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无聊的频道 在今天的这期影片我们一起来详细的回顾一下 发生在1942年的洛杉矶UFO之战 1942年2月25日凌晨的时候 美国太平洋沿洋地区的军队 应当心敌人会在夜间进行炸弹袭击 决定下令让这片区域的城市进入灯火管制的状态 没过多久后 洛杉矶市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 数百盏探照灯的光束照向黑暗的夜空 寻找非法进入洛杉矶领空的飞行器 几分钟后 所有防空阵地被命令一起向空中开火 尽管美国展示出了强大的防空能力 但是直到25号的黎明 洛杉矶地区的防空高射炮也没能击落任何飞行物体 只有满地的炮弹碎屑才让人们感受到 昨晚真的发生过一场战斗 事发的同一天 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 法兰克纳斯就在记者会上澄清 他说今天凌晨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 是由错误的防空警报 还有士兵对于战争的神经紧张而导致的 没有任何飞机或者是其他物体出现在洛杉矶的上空 由于二战的战火正快速地在太平洋地区蔓延 因此没过多久后 这件事就慢慢地当出了公众的视野 1967年美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 之后那些被公开的洛杉矶空袭事件的保密文件 再度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美国民众和一些阴谋论者 对于当时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官方回应 表示极度的怀疑 一切都要从1942年2月23日说起 就在洛杉矶之战的前两天 一艘日本潜艇潜入到了加利福尼亚南海岸线附近的爱尔伍德海域 虽然这次炮击基本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和人员伤亡 但是却让美国人民都意识到 日军对美国本土的袭击尽在咫尺 发生在1941年的珍珠港空袭事件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上演 此时整个美国陷入了一种国土会在不久后 被日军入侵的恐慌之中 1942年2月24日晚上7点左右 美国海军情报处发布了一个空袭的黄色预警 他们认为在当晚南加州海岸地区 可能会遭遇敌军的空袭 不过三小时后也就是晚上10点左右 该黄色预警被取消 警报恢复成了白色 但是整个南加州的居民依然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又过了几个小时 三个雷达帐同时检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临近加州海岸 1942年2月25日凌晨2点的时候 美国太平洋空军的第四航空队 在雷达上发现距离洛杉矶海岸线大概200公里远的位置 有一个不明物体正在缓慢地往内陆方向移动 几分钟以后 也就是凌晨2点15分 所有防空阵地都获得了准备开火的命令 为了干扰敌机对目标的定位 凌晨2点21分的时候 整个洛杉矶的灯全部被熄灭 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和寂静 就在这个时候不明飞行物突然在军事监控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但是来自各个阵地的报告却表示 士兵用肉眼观测到有敌军飞机出现在洛杉矶领空 还有其他报告称士兵观测到了小型临时战机 高空轰炸战机和其他空中飞艇 时间过去了20多分钟 防空雷达上显示有25个不明飞行物已经到达了距离海岸线5公里不到的位置 这时候警报响起 2月25日凌晨3点06分 美军看到夜空的远处 有一个闪耀着宏观的飞行物体出现在Santa Barbara城市的上空 这时部署在地面的防空兵被命令开火 无数防空炮的轰鸣声在天空中炸开 大大小小的爆炸照亮了漆黑的洛杉矶 当天夜里共发射了1400多发5.8公斤的防空炮弹 直到凌晨的4点14分 洛杉矶的防空兵才停止他们的炮火 早上7点21分的时候 洛杉矶政府宣布解除灯火管制 在事发后的几天里 关于洛杉矶上空发现敌军飞机的事件登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一开始有报纸报道 洛杉矶北部棕榈谷附近的直邦警务员 目击到有不明物体的残骸掉落到了不远处180大道的位置 可是后来调查结果表示 只有一些弹片掉落在该区域附近 同一天美国海军部长在记者发布会上也声称 没有任何物体坠落在洛杉矶 当天夜里的防空射击是由于雷达观测站把一个气象气球当成了敌军飞行器而导致的雷达误报事件 不过当时的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丁生却对公众回应 25号的夜间有大约15架飞机以不同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飞越城市的上空 虽然美国海军部长弗朗克·纳斯承诺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以确保人们能够了解事件的真相 可是军方再也没有公布出其他和洛杉矶空袭事件有关的信息 由于1942年的美国还处于战争动员的状态 太平洋上的强大敌人日本正在向他们逼近 所以慢慢的人们也就将注意力移向其他焦点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帝国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同年的9月2日举行了投降仪式 日本代表团在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世界正在一步步的迈向和平 战争过后不少军事机密被公开 解密文件里显示当时军方雷达的确侦测到了 有不明确的飞行器出现在了洛杉矶的上空 随后向他开火的是美国第37防空旅 那么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弗朗克·纳斯 为什么要在记者会上说 在2月25号这一天的凌晨 没有任何飞行物体出现在洛杉矶的上空 解密文档里还特别说明 事发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军飞机在执行任务 报告给出的结论则是说 夜间发现的不明飞行器 大概率应该是一架日本专门用来开展侦查活动的飞机 但是日本战败后向美国澄清 1942年2月25号的这一天 他们没有派出过任何飞往洛杉矶的飞机 那么那天夜里出现在美军雷达上的不明飞行物体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48年一名前空军少校以及历史学者威廉高斯 被美国空军特别任命为洛杉矶空袭事件的调查员 高斯他获得了所有相关军事记录的访问权限 经过对所有可信资料文件的研究分析后 他得出的结论是 气象气球才是洛杉矶空袭警报被错误触发的原因 他在这些文件档案里发现 有防空阵地的军官在报告中声称 他们观察到了一些气象气球 更重要的是气象气球恰好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军官们在汇报中特别描述 空中物体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 他们需要将近30分钟的时间 才能横穿40公里的距离 关于出现在洛杉矶上空的这些缓慢飞行物体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 那就是大型的齐柏林飞艇 1949年海岸炮兵团的上校约翰莫菲撰写了一篇文章 里面声称旧金山区域的控制中心 在接收到洛杉矶上空有一颗气象气球的讯息后 错误地将讯息里的描述理解为 洛杉矶附近出现了一架大型的齐柏林飞艇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尽管夜空中的不明物体飞行缓慢 但是防空阵地的军官们依然决定对它开火的原因 尽管影片前面提到的这些调查结果 都提供了合理的证据来解释 部署在洛杉矶的美国士兵所目击到的 很有可能只是一些气象气球 或者是大型的轰炸飞艇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天夜间发射的1400多发炮弹 怎么会无法击中这些缓慢飞行的物体呢 只有满地的炮弹藏渣让人们知道 昨晚的战斗真实发生过 这时人们开始质疑这一晚被炮火击中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 洛杉矶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比尔亨利 同时也是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者和新闻记者 他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洛杉矶空袭事件的目击者文章 他在文章里写道 那个绝对不可能是飞机 当时有不少炮兵的射击都击中了被瞄准的物体 但是他不确定那个物体到底是飞机还是其他的什么 如果让他来描述这些飞行物体的话 他会把它们理解为在墙风中漂浮的一群气球 这张就是洛杉矶空袭事件发生后 洛杉矶时报在同一天早晨发布的空中不明物体的照片 有一些懂摄影的人就发现 这张照片其实有被人为的修改过 而接下来的这一张才是原始照片的样子 可是我们要理解在那个年代 由于拍摄的设备还不像今天那么发达 所以大部分的黑白照片在公布之前 都会刻意的被人为修改 以增强拍摄画面的对比度 更重要的是一张容易让人理解的照片画面 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 那么不管是这两张照片中的哪一张 我们都能看到 这些探照灯都聚焦到了一个椭圆形的物体上 在那个年代和椭圆形有关的飞行物 人们能想到的要么是飞艇 要么就是气象气球 如果我生活在1942年的洛杉矶 我的邻居和我聊一些外星人 还有如今被人们广泛讨论的 超音速移动悬浮飞行器 我大概率也会觉得对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可是如果以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信息 再回头去看194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 不明飞行物事件 那个被夜空探照灯照射到的椭圆形物体 被无数的炮弹击中后 却依然能在空中移动的物体 如果不是敌军飞机 不是气象气球 也不是骑柏林飞艇 那么会不会就是外星飞船呢 的确有许多人讨厌UFO的说法 但是谁也无法肯定的说 能在洛杉矶上空挨个几百发炮弹 还能悄然无声消失的物体 到底是什么 当然除了这张照片以外 还有一些摄影师也捕捉到了 当天夜里探照灯 一刻不停的搜索空中物体的画面 同样这几张照片也不是很清晰 但是和之前那张照片的最大区别在于 多数探照灯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聚光点中 并不存在能够反射出强光的空中物体 那么美军有没有派出战机 去追踪这些行动缓慢的飞行物体呢 当时的CBS新闻广播也报道了 不少在洛杉矶的民众看到有飞机在空中飞过的消息 只不过当时负责洛杉矶区域防卫任务的将军 约翰·德维特否认了美军派出过飞机去调查不明物体的说法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 他在1942年3月7日的一通电话报告里是这么说的 我们没有派军机对空中物体进行追击的理由是 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有15架飞机 总共是45架 如果那是一架航母的侦察机 我们不打算在空中与它有过多的纠缠 因为当攻击来临时 我们将会面临燃料不足的情况 我们不想冒这个险 直到今天 发生在1942年的洛杉矶事件还是一个谜团 有一些人认为雷达监视器上显示的移动物体 极有可能是因为不完善的雷达设备 再加上经验不足的操作人员 而捕捉到的这么一个错误信号 所以当天夜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飞行物体 出现在洛杉矶的上空 这个说法也在雷达发明家 罗伯特·沃森瓦特对美国预警系统 做出的分析报告里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不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在后来的解密报告中 军方高级将领却说 当天夜里的确发现了 无法识别身份的飞机 而且有的军官通过肉眼 就能观测到那些发出 红色光点的空中气球 既然肉眼能观测到 那么就说明 因为雷达系统出现了故障 而捕捉到的错误信号的这个说法 其实并不正确 人们总是尝试着去解释各式各样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而且多数人都会采用 先入为主的看法去分析一件事情 这其实就是一种偏见 为什么被探照灯发现的椭圆形物体 如果不是飞艇 就必须得是气象气球 宇宙里难道只有人类吗 这未免也太自大了 就比如上一期影片里 我们提到的预知梦 那么天生麻瓜的人 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说真的 那些永远都不会有预知梦经历的人 他们要怎么去理解 那些有过预知梦体验的人呢 好了 那么这期影片就这么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 并订阅这个非常不容易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